影片一开始就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议题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 是教导孩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但从未教育过我们 如何真正做个部落的人 做部落的人 纪录片中所拍摄的部落拖一班 并不像一般幼儿园一样 把孩子圈在一个安全的建筑物里 保护者 照顾者 而是让孩子们常常有机会走出教室 穿梭于在地的文化场景里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也是觉得蛮羡慕的 从小就可以在这种环境 从幼儿教育就可以 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族群的文化当中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可以提升自己的族群认同 还有自我的认同 近年来有部落开始尝试 用部落传统的交易方式来教导学生 但是似乎不是很受到交易部的肯定 特别是当有族人 想用部落的传统价值来教育下一代 却碍于政策的不友善 让这群拥有专业 又有教育热忱的部落老师 面临着许多内有外患的危机 资源不多 然后也是学校教育部的规则很多 我看到了现在台湾有很多原居民 很多试验 他们都是很多部落做草干的运动 自己学习他们的语言 他们做的活动 比较不容易受到教育部的肯定 影片探讨的族质 其实不只是援助民主社会 更重要的是对教育的本质所做的反思 谈教育与土地与人的关联 也谈在地文化如何融入教育体制中 2018台湾国际民主制音展 除了在东华大学举行方应会 也首次安排在花莲地区影城 安排免费播映 推出六部记录影片 原始新闻 感谢马亚花莲寿风采访报导